初秋时节 在我国最大的现代冰川区托莫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天高云淡 远处的冰川清晰可见 今年46岁的韩海东 区车前往科齐卡尔冰川的观测站进行检查 韩海东是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副研究员 现在也是冰冻圈科学国家实验室托莫尔峰冰川与环境观测站站长 在托莫尔峰冰川区 他已经独自坚守了20年 前两天韩海东改装的履带车试车刚成功 经过他改装的履带车可以在山地出行 由于每次出去都需要携带仪器的较远的地方 还需要带时速的装备 加上路途艰险蓝行 目前他已经改装了两辆出行车 这些车都是自己改造的 主要为了方便 在我们冰川工作区进行一个通行 从我们营地一直到工作点 因为有些地方路比较很窄 或者说比较泥泞 所以有这些小车也比较方便 位于温宿县 科齐卡尔冰川的观测站 距离城区约80公里 平时来回一趟 需越野车颠簸5个多小时 若遇到雨雪天气 则道路无法通行 观测站就坐落于科齐卡尔冰川脚下 这里海拔2900米 雪最深处超过150厘米 平常唯一能看到的就是周边的牧民 由于站里安装了净水器 周边的牧民都来这里取水 明天好 我们带海国来 天天我开心点 才好心的 托木尔冰川站始建于2003年 至今已开展了连续20年的冰川野外观测研究 观测项目包括冰川区气象 溶水浸流 物质平衡 冰川运动 地球化学等 冰川站从出力至今20年 韩海东都坚守在这里 见证了冰川站的发展历程 和各项冰川观测工作的开展 我现在主要关注的这个是冰川物理方面的一些 做这方面的一些科技研究 主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冰内的这个结构 和我们这个除水 冰内除水的这么一个过程 据韩海东介绍 科西卡尔冰川的观测工作 每年开始于积雪融化完毕的4月底 结束于即将开始风冻的10月中旬 每年的野外观测时间5个多月 每次去检查的路上 韩海东都在清理路面 在他连续多年不断清理下 才有了一条便道 我主要进行一些 营地周围的仪器的维护 设备的维修 再还有一些常规的一些 日常的观测工作 比如说这个 每天的这个 人工的天气记录 人工的浇水测量 还有人工的水位的监测 这样的 为了就是主要是为自动监测 进行一个校正和观测的补充 经过20年的发展 目前冰洞圈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托姆尔峰冰川与环境观测站 已经由原先的帐篷到现在的板房 还成为了三个院校的定点科研基地 因为冰川内它的变化呢 也是比较明显的 冰内的排水 冰内的储水的量和排水的通道的这个结构 都会有每年或者说有几年都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那么它存在的一个规律是什么 实际上到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掌握 所以我想继续把它做下去 托姆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我国最大的现代冰川区 也是世界八大山谷冰川之一 共有冰川509条 冰川总面积达2746平方公里 比整个麒莲山冰川面积还大两倍 冰雪储量3500亿立方米 这些冰川雪山是南北江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许多地表浸流的来源 滋润着天山南北水溪的发育 也深刻影响着周边的生态环境